OK的話,我想要直接這樣跟大家講 在開始之前,因為今天講會比較感性 所以我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是 現在人還有在收到書信的嗎?幫我幾個手下巴 哇,滿多人 那我想問一下其他人 你們能不能夠試著回想一下 你們在上一次收到書信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是上課的時候隔壁男學傳來的指標 還是情侶之間留下來的甜蜜回音 我想現在很多人應該打中浮想的是 我收到的就是廣告信件、電話費、信用卡、吹腳單 不過無所謂,我想要大家試著回想一下 你們有沒有重新回頭去翻開那些書信 那些由時間、畫面和聲音融合在文字當中的回音 正如我來說,書信就是一種能夠觸摸得到的回音 在這裡,其實我想分享一個現在世紀奧美顧問董事長 以他的一個小故事,他在聯合報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呢,他有一天回到辦公室的時候 發現書上偷了一本書和一封卡片 於是他打開看到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朋友們寄給他的一個打氣的信件和文件 所以他感到非常窩心 瞬間,他還思考到 在現在E-mail和色情及時通訊軟體的發達 能夠再親手、再收到這些親手書信的機會 越來越少 所以他對這邊感到特別的難以忘懷 並且對他之前收到的書信更加來的珍惜 所以回頭來看一下 其實現代人對於書信來講 他需要寫一封信跟寄出一封信是非常反腐的 所以人家覺得沒有效率又很慢 所以漸漸的 當Facebook的出現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朋友們漸漸選擇用快速又便利的網路留言 來在節日當中和生日當中 給予問候和祝福 但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慢慢的感覺到說 大量的網路留言 那些又冰冷的又沒有感情的字眼 比起以往 你真的拿到手寫字體跟書信的時候 那麼感動跟溫暖的心情 永遠無法相避 所以呢 我在想 能不能夠把現代科技的便利 和傳統書信的價值兩個相融在一起 讓它成為一種新的情感傳遞方式 為它 就叫做iLink 其實iLink很簡單 它是一個可以用手機和平板 輕輕鬆鬆真實寄出手寫卡片的APP 在這裡我們透過一個科技的運用 把一些元素放在裡面 譬如說 我們將影片和圖片放入在真實的卡片當中 這是現在市場上完全沒有看到的東西 那我們透過科技的技術 將這邊創造在這個卡片當中 給大家看到 所以在這裡再舉個例子來說 觀光客來台灣旅遊的時候 其實他就可以把他和101的照片 當成明信片的封面 一起寄給他的朋友 讓他朋友不僅可以知道說 他在這個景點旅遊的回憶之外 還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看到這個景象 對這個景象更加的了解 所以在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更進一步的 跟台灣政府做一些合作 把台灣的一些觀光的特色跟景點 融合在iLink裡面 讓更多人看到台灣的美 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有多麼的漂亮 這也是一個新的行交台灣的廣告 講到這裡 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影片 來告訴大家 埃德的起人和故事 不用擔心 那個出發點 它是一個 比較感性的 林蘇雄在荷尾裡 高遠 当下我听我让你做过的书信感到 因为我很相信 在书信的世界里 每一次的寄出都代表最深的事 所以呢 我很希望通过书信 再次让人们从人家里感动 拍的也是很简单 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手机 任意平板 直接打开 然后连选 新手出写之后 直接寄出 我们就会帮你定义 还有寄出 所以收写者会收到一种很正实的行为 你可以插入图片 用自己喜欢的照片 然后自己收写的内容 书写工作方法的意义有 亲人的兄弟 还有收写的正式感 尤其在这个一次 或者是客气率发展 就是在自己的距离 好像反而更粗远 在性质的选择方面 我们希望能够减少环境的破坏 所以我们选择用再生质的过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还有想到的是说 信件传达上面 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影音和互动 我们需要能够做这个方式 让穿什么信件 再实信件 也要帮助更多的影音和互动 如果说你选一个圣灯已经扩开 你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有很多卡片 可以选择 点选 进去之后 他会放一大片 然后放一大片 然后整个卡片的量子 那整個在卡片要是下面 然後有生牌的 那下面的話就會選擇 你要製作卡片 或是製作我們新鮮 那我們裡面還有兩個特殊系統 第一個 它就是可以卡入卡片 比如說你這張卡片好了 我覺得可能這一點 雖然你在這裡 背面還想附上一些 你自己的自拍照 或是一些風景照片 那第二個就是卡片要 比如說你想要做人家生牌的 但是你想要讓他實際 進入那種場面 你就會選 選擇完這片子一定是短 然後再把你練進去 那當你的朋友收到卡片的時候 他拿手機一掃 他就可以看得到 你自己對他支持著 這樣會來比一般的 簡單書籤 來的電腦效果 在ILECT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發布了很多的版本 其實最原始 ILECT只是希望能夠很方便 很簡單的機器性 解決到很多人在機械上面 所遇到的問題 小時候 當你說到卡片 是很感動的 那我相信 你在使用ILECT的過程中 你能夠再重持 這份機械跟感動 我希望透過ILECT 讓大家用更簡單的方式 寄出一方風真實的書籤 而我現在需要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其實透過這個影片 其實透過這個影片 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在書信裡面 短短的幾行字 可以讓我知道 我和你是怎麼樣認識 在書信裡面 短短的幾行字 可以讓我了解 原來我對你的交情 是多年的生活 在書信裡面 短短的幾行字 它告訴我 原來我生活是過程的 有多年的精采 生命的厚度 是需要這些 有故事力的力量 傳承下去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跟我一起用書信 一起再用手寫書信 讓世界再次重蠻愛 而且我想要小小的 預告一下 在下禮拜三 我們將會在 VIMP的節目平台上面 一起發佈我們的夢想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在這邊支持我 並且把這個東西 讓更多喜歡 熟悉信任的人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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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